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幸福到万家为播鲜火,赵丽颖、罗晋、张可颖备受期待 由郑小龙指导、赵东霖编剧、赵丽颖、刘维、唐岑、罗晋、张可颖等联合主演的真人秀 幸福来万家将于明晚6月29日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首播 并在优酷视频同步播出 在最新发布的该剧媒体口碑图中 出现了火爆、现实主义、活泼的群像、美丽的生命力 给女性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启发等众多动人心弦的评价 吸引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而剧中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备受期待 1.老戏古刘伟饰演村党支部书记万山堂 刘伟曾出演过《唐明皇、关东英雄、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 在银屏上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金英奖 并被中国国家话剧院授予光彩艺术家称号 多年来,在表演领域的荣誉和成绩不断提升 在影视、话剧舞台等多著发展中表现出的资深功力 使刘伟这块老戏骨成为电视剧中的定心丸 他在剧中饰演的万善堂 与赵丽颖饰演的何欣福 从前期的矛盾冲突到后期的和解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人物的转变应该给观众带来更深的思考和感悟 2.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和幸福 出道16年来 赵丽颖先后获得第28届和第30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并入围两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女主角 传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多部热播剧 演技实力有目共睹 此次在幸福到万家中饰演女主角和幸福 这是他与郑小龙导演时隔15年的第二次合作 这也是他近年来第一次挑战这种类型的角色 诠释了自力更生的形象特征 3.罗进特邀出演正义律师关涛 此次 罗进作为特邀出演 在剧中饰演的律师关涛 与赵丽颖之间也有不少对手戏 作为国家二级演员 罗进近年在都市职场剧安家 脱贫宫间剧江山如此多交中 均有出色的表现 他主演的古装剧贺丽华亭 更是在网上收获了高口碑 细腻的演技令人折服 期待这次他能继续给观众带来惊喜 4.张可颖饰演赵丽颖的妹妹风暴中心和幸运 实力派青年演员张可颖在剧中饰演赵丽颖的妹妹和幸运 这是一个处于风暴中心的角色 因为所有故事正是从何幸福 赵丽颖是保护在自己婚礼上 因闹婚受辱的妹妹和幸运开始的 此前张可颖曾出演过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我只喜欢你老酒馆三生有幸 遇上你等多部影视作品 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人意 单纲与主金子主演大戏原野 是青年演员中备受期待的实力派 这次在剧中全是被经生活打击 外表柔弱却内里坚韧的何幸运 相信他能再次用真诚的演技打动观众 5.唐曾饰演和幸福丈夫王庆来 唐曾这个名字或许了解的人不算多 但他的面孔绝对会令许多观众感到熟悉 他曾主演过多部现实题材剧 在《并边不是海棠红》中出演的军阀大公子曹贵修 更是因为霸气憨直的性格令观众印象深刻 此次在《幸福到万家》中 唐曾饰演性格老实憨厚 胆小怕事 有些懦弱的农村青年王庆来 相信他也一定能将人物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 除此之外 《幸福到万家》还有冯磊 曹征 王志飞 张喜前等多位实力派演员加盟 这样强大的阵容无疑是精品剧集的强力保证 在当下充斥着偶像剧 古装剧的电视剧市场里 期待乡村题材证剧《幸福到万家》能突出重围 成为暑期档的一大王炸